各位朋友午安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气象局 0622滞留封面好语事件天气说明直播 以及媒体线上采访记者会 为我们解说天气的是林炳玉课长 担任首语翻译的是李正辉老师 大家好 封面正在影响我们 除了在清晨这波降雨比较明显之外 上半天的时候其实稍微有点空档 不过在中午过后 包含东北部地区 北部地区也都有一些短岩石强壮雨发生 这就是我们在提醒大家的方便影响期间 在西半部跟东北部地区短岩石强壮雨 可能都会带来局部的大雨或好雨 我们先从今日的雨量图来看 清晨其实对南部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雨势 在上半天虽然稍微有点空档出现 不过在中午过后 新南风的影响其实中南部地区的降雨 又开始明显起来 除此之外在中午过后 宜兰地区的降雨也是非常的明显 在宜兰地区今天下午的湿雨量 甚至来到80毫米以上 我们可以从这雨量图上面来看 整个封面影响期间 不是只有中南部地区下雨比较明显 在东北部的宜兰地区降雨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就是我们在提到的在封面带上面 都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在发展 我们搭配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 台湾就在这个地方 台湾的东北侧也就是宜兰这个地方 有一个粉紫色的云正在发展起来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 像这样的对流系统 它的下方其实伴随的都是非常强的降雨 搭配雷达回坡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附近 现在台湾上空大概都是偏黄到偏红的色块 刚刚提到的宜兰花莲交界这个地方 红色区块相当大块 这代表是降雨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 其他局目前针对宜兰跟花莲 尤其是宜兰地区也发布豪雨特报 除此之外 风面影响着还有西南风影响的 在整个西半部地区 刚刚提到中午过后 整个雨势都明显起来 像这种红色区块真的影响的地方 也都是现在目前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地方 甚至有些地方还是达到局部大雨或豪雨 气象局今天下午会随时更新我们的豪雨特报 也会更新大雷雨及其讯息 我们如果搭配我们的豪雨特报来看的话 目前包含整个苗栗影南地区 宜兰花莲地区 还有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 都有大雨发生的机会 另外在高雄屏东跟宜兰地区 甚至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 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今天尤其下半天 到入夜之前这段时间 降雨相对来说是非常的明显的 相对来说范围也是相当的广 这时候降雨强度也相对是比较强的 我们再从定量降水报图可以看到 最左边这张就是今天白天的降雨 在入夜之前刚刚提到 就是在中南部地区下雨都还是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 另外就是在东北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这块 相对来说降雨也都是相对比较明显一些 这个时间到入夜之后 除了在南部地区 可能都还有一些局部大雨或局部较大雨之外 其他地方的降雨会稍微缓和下来一点 相对来说白天不会那么大了 这时间如果我们看到明天白天之后 明天白天之后我们要提醒 风面还是在台湾的上头 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 西南风带来对南部地区 可能都还是有一些局部大雨或发生的机会 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情形 但是我们相比之下 今天跟明天这样子的雨量图来看 可以看到明天要发生像昨天 今天这种有局部大豪雨等级以上的雨量 几率来说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就算有其他的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局部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今明两天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 天气相对不稳定 特别是今天到入夜之前这段时间 大家如果在外工作行车用路或外出施打疫苗 都务必要注意安全 预计这一道封面持续影响到周四 周五之后封面逐渐的远离 离开台湾 天气来说在西半部还是不稳定 但是整体降雨的情况会慢慢的缓和下来 着流之后受到新南风的影响 到时候这西半部地区比较容易下雨 东半部特别注意还是有一些 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温度也会再逐渐的回升 那么在今天早上八点 关岛附近有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预计未来有可能形成今年第五号台风墙皮 不过它未来是朝西北的方向 上朝日本的东方海面前进 目前气象局预估 真实不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以上是下午的最新气象资料 由于线上没有提问的问题 我们下午的直播记者会到这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